他收到货,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金哥,你一点都不成信 我们咋啦? 事情是这样的 上个月我拿了几百箱 王子真品酒 真品王子酒 拿了几百箱,价格高,高下来的 到2019年了 拿回来之后就全部都放在这儿,堆在这儿 我们有一个粉丝 买了我们一箱酒 然后发一把货发回,发过去了之后 他收到货,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金哥,你一点都不成信 我们咋啦? 他说我买的是500毫升的那个王子真品酒 你怎么能够发到375毫升的? 我们把照片发过来看一下 他啪一声,发个照片给我看一下 来,这儿 375,我一看 375毫升的 为什么会上来? 我们再一看 妈呀,发错了嘛 这不是贵州茅台酒吗?真品 然后他本来是要的这个 贵州茅台王子酒 真品 这个老板,这个哥们也是只看到这个375毫升的 没看这几个差别 我一看,那不对呀!不能让粉丝吃灰呀! 赶紧退回来 我们就把这个500毫升给他发回去了 发回来了,你看 这个还是有差别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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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浆 这个包浆长这个样子 对吧 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 对对吧 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本来是要的这个 要的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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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我们马上就 无条件 把货给他调回来 调回来之后 就把货返回来了 对吧 所以说 酒啊,我们一定要认真啊 我们仓库人员 工作人员太忙了 一不小心 放在一起的东西 两个币 看着都差不多 都是真品两个字 就包走了 包走了 然后还得麻烦我们物理由退回来 对吧 感谢这个酒友 感谢酒友 实惊不媚啊 感谢我们 我们的酒友是 数字非常高 数字非常高 对吧 以后我们一定要注意了 不要放在一起 要分开 分开 关注我了解白酒